引这个插入算法 看一下插入算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现在选择算法的话能清楚吧 能清楚的情况下我们来引入插入算法 先按到时候讲完的别跟插入混淆 插入算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插入算法还是原先的这个序列 还是这个序列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插入算法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算法呢 刚说了他仍然把这个序列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有序的 另外一部分是视为无序的 那紧接着要操作的就是 一开始我就把第一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认为是有序区列 后面的认为是无序的 这是可以的吧 因为有序的部分只有一个93 它肯定是有序的吧 好那这时候紧接着了 我要做的操作就是 拿后面无序区列当中的第一个元素 去跟前面的有序区列进行比较 怎么比较呢 就从前面的序列当中的最后一个往前去数 看一下这时候的过程就是 有序区列是93 然后后面的无序区列的第一个元素是54吧 然后发现54要开始往前面去插入了 我要把54放到前面的有序区列当中的正确位置里面去 怎么放就应该是让54跟前面序列当中的最后一个也就93吧 进行比较发现54是不是比93小啊 54比93小 那好紧接着要做的就应该是 我把54跟93交换一下 54跟93交换一下 看一下啊 54跟93交换一下 那现在因为前面的有序区列是只有一个 交换完以后 是不是54就已经到头了 那我就认为现在的有序区列已经形成 前面现在变成两个元素了吧 54跟93吧 好紧接着现在前面是有序的 后面是无序的 紧接着再执行这样操作 我把后面无序区列当中的第一个元素拿到 拿到之后我要把它放到前面有序区列当中的正确位置上面去 那正确位置上面最终形成的效果相当于要把97插入到54跟93之间吧 所以这就是插入算法的一个名字的原因 就是把后面的东西插入到前面有序的区列的正确位置上面去 所以它叫做插入 那紧接着看一下它怎么执行的过程呢 仍然现在我要操作的是无序区列当中的第一个元素77 那好了我要把77放到前面的区列当中怎么来了 我把77跟前面区列当中的顺的元素从后往前去比较 先看77跟93之间 77是不是比93小啊 那我交换一下 77应该在93之前 对吧 紧接着再看77是不是比54要小呢 不是吧 比它大吧 好 那我不交换 一旦不交换 那也就意味着我的77是不是就应该停在这个位置上面 不能再往前挪了 好 那过程结束了 看一下 54 77 93 这个顺序就完成了 紧接着前面这部分又有序了吧 我再往后来看31我应该放到前面区列当中的哪一个位置上面去呢 所做的工作 还是把31跟后面往前去比较 先看31跟93之间谁大谁小 31小吧 那跟93交换一下 紧接着 然后31 再跟前面再跟前面的比较 31跟77谁小呢 31小吧 好 好 两个交换一下 31 77 紧接着 31再跟54比较 谁小呢 还是33小 31小吧 再交换 54 这时候看31是不是到头了 到头了不需要再比较了吧 紧接着你看 这个有序序的数型头啊 我再拿44来进行比较 再看44应该放到前面的区列当中的哪一个位置上面去了 所以还是44跟93比较 那44应该跟93交换吧 然后再看44跟77是不是还得交换 44跟77 然后44跟54再交换一下 再看44到了31之后 它是不是比31大 一旦比31大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我44会比31前面的所有元素都大吧 因为前面是不是有序的 所以到这个位置上 我是不是可以停止了 停止之后 31 44 54 57 54 77就有了 紧接着 对后面的所有元素都重复执行这样的过程 那最终达到的就是一个有序的区列 那关于插入算法 现在能清楚吗 也就是说我去后面找出来一个我要操作前面的这部分吧 那对比一下选择排序呢 选择排序的话 前面代表的是你在拿过来的时候 它肯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去放吧 你不用管放到前面的哪个位置 它肯定是放到前面区列当中最后一个位置 那就是最后这个位置应该是后面的区列当中哪一个吧 我得选出来 所以这是选择排序 我操作的是后面的无序区列当中 去选一个放到前面来 那插入的话 就是说我在后面你是无序的吧 我不管 我取出了一个 看这个数应该放到前面当中的哪个位置上面去 这就是选择排序跟插入排序的一个区别了 思想上有点类似 对吧 好 那关于这部分代码的话 咱们就不再写了 留到下次课计片